每一个季节都有一些相应的多发的病 我们都是建议你做多些运动 因为运动可以令到一个人的呼吸系统比较强劲 对于春天多发的那些失疹、敏感性的病 会有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 夏天通过运动又可以增强一些中医所说的脾胃的功能 防止到那些膜肠、腸胃的问题 同样的,以秋天躁斜所造成的影响都会减少一点 因为出汗可以令到你的皮肤更加滋溶 冬天,运动都可以帮助到你的心血管系统更加强健 而防止脑中风、关脂痛 当然了,我们知道单单运动是不求的 有需要的时候,都请你咨询你的注册中医师 询问其他养生、食疗的其他方法 对于春天而言